又到一年开学时 众小朋友忙着赶暑假作业 众家长也没得闲 张博之为儿子于退出演艺圈 定制加拿大可见母爱之伟大 香港娱乐圈另一位知名辣妈陈慧玲 虽然不用了儿子 远赴重阳 却为儿子的学业一头两个大 9月2日于得月混血体操运动员马赛尔软 一同现身明表品牌活动的陈慧玲 将太年儿子开学 为自己相当放心不下 我觉得我比他紧张 因为我怕现在的功课是很多了 越来越多 怕他任赴不来 那还有就是 就是开学的时候 要帮他准备很多东西啊 因为他现在要转校 因为他现在转另外一个弟子的学校 所以也怕他要适应新的地方 也怕他会不习惯 但是怕也怕不了那么多啦 就是推他上学就让他自己来 看来陈慧玲是深知纵如下一代的悲剧后果呀 不过努力培养儿子 独立信科却不代表陈慧玲能偷懒小新鲜 这几个月应该是比较轻松 但是当入冬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担心了 因为那个他们开始会生病 那个时候入冬的时候都太多病菌了 在学校每一个礼拜都会生病 所以我会很担心 要常常要带他看医生 为儿子如此操劳 难怪陈慧玲当了两个孩子的妈 身材不久不舒少女 也让冬长的马赛儿软赞不绝口 勇意将辣妈带上去操台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